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沙县的春卷皮 这个是面粉米浆 我叫面粉 是面粉 纯白面做的 纯白面做的 你看它的技术 一流的这样做的 一个人工三个锅很快 现在这个怎么卖的 一斤十二块 一斤十二块 你是天天在这边做吗 对 我在那边做四十年的 做四十年了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那可以什么时候来 你买点春卷皮 回去做春卷吃 很快 这没这种技术 根本拉不出来 这个面团的掉掉的 现在传统好像做这种春卷皮 都不多了 对啊 我好像很少看到有 我做的能比较少 嗯 整进就三四个人在做 就是过年过节的就能做 过年过节排队 对吧 看看这老板 很熟练的 是师傅 我们这个手艺的人 是师傅 不叫老板 老板要不要干活的 叫老板 干活的哪有老板 干活的 不是 你不是老板 是师傅 老板不干活的 会啊 当老板 那你自己干 为什么要跟人家打工 自己可以有做手艺吗 我就自己干 你就自己老板吗 自己自己当老板 不叫老板 你叫手艺 喂 怎么讲 你好 怎么讲 要几斤 要几斤 都是来订的 对 打过来订 我们也可以留个 这个是你的电话号码 我也寄一个电话号码 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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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何明春饼皮店 这电话号码在这里 我下次要订的时候 提前给你打电话 好的 好 谢谢啊 这是花椒饼 这是沙线花 叫花椒饼 然后葱油饼 花椒饼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是酸菜饼吗 不是 那什么 啊 OK 葱油饼 就是葱油 葱油饼 我知道 老山烧饼 他们这家也是很出名的 老山烧饼 花椒饼 有叫烧饼 或芝麻饼 饼腥 蘸油 盆栓后中空 食用时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中间是空的 就是吃的时候 可以随便你加什么都行 中国式汉堡 被称为 好嘞 谢谢 看呀 我们沙线的特色板鸭 人家是成堆成堆的 这么多 好多啊 马路边都是这种板鸭店 你吃信进这么多货 鸭腿也有 这五板鸭 这边牌都是这种店 都是板鸭店 这板鸭也是我们沙线的一大特色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我现在在我的老家 沙线 今天呢准备 我回来已经有半个月了嘛 今天准备去品尝一下我们这边的 沙线最经典的小吃 是扁诺拌面 大家都知道 在所有的外面的沙线 小吃店里面都能吃得到的 然后我今天去的这一家呢 是我们沙线 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扁诺拌面店 就是最最早以前的可能有 他们主辈就是在做扁诺拌面店的 那个叫庙门 庙门扁诺店 这家很出名 很久了 他生意可能不是说 以前的话是很好 以前我们上一小吃很少 那个时候 但是后来陆陆续续开了很多很多以后 他的生意可能不是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地理位置不太好 他的店面比较偏啊 不在那种热闹的地方 不在中心地 一般去吃他们的小吃的 都是我们这当地人 会知道的人会去吃 如果是外地游客的话 一般旅行旅行社的人 都会带他们去 那种比较热闹的地方 那小吃城 小吃城啊 或者是刚才那个什么乔 上一次我拍的视频的 那个叫礼记小吃 肥姐小吃 大家一般会去那种地方 其实真正的美食 都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面 在小巷子里面 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正宗的当地美食 而且当地美食呢 它是不是说像他们那种店 就是很全面什么都做 他只做那么一几种 就是几种 看看我们商业后面的 山清水秀 早上起来空气特别好 养离子特别高 这种地方很适合生活 真的 它只是个县城 小县城 这就是我今天要来吃的 这家庙门别乐店 是我们沙县的一个老店 你看来我们的中华民小吃 它在庙门别乐店 我要拌面一碗扁露一碗 拌面一碗扁露 看一下哪碗多啊 拌碗扁露这有10块 10块 好 现在拌面多少钱一碗 拌面4块钱一碗扁露7块 还是一共7块 拌面现在卖到7块了 拌面4块 拌面还是便宜 下料了吗 下料了 把你搭一碗 搭一碗 搭擦哈 搭擦来找 搭擦来找 什么时候搬到这边来的 我刚才还跑到下面那条街上去找 哎呦 没有关门 他搬家了 搬家的是那个 关心店 隔壁也是是不是 这两家 这两家也是 也是啊 嗯 来吧 那两碗盘了 啊 那两碗盘 两碗盘了 还有那个天天 称那个七米土板 都行不定 天天咋讲 他还不玩你 他只要有钱赚你 可以 天天是 嗯 嗯 这个 弄的东西 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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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了 是零点短 这边可以做吗 可以 这边 我就做这边吧 这个边 大扁肉吃到12块 外面的有4块6块8块的都有 沙县小吃 这是农浴啊 是沙县小吃 记忆团承人 这是特有的农浴 2014年12月 才是人民政府办法的 是我们的饭面了 哇 这个碗够小 够经典 这个是扁肉 沙县扁肉 这种肉 它是纯手工打出来的 不是用机器加工的 我喜欢在扁肉里面 加一点点醋 还有这个辣椒酱 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我们相信这边的辣椒酱 很好吃 很辣 沙县扁肉有时候吃辣的 我就算了吧 我就不想吃了 我现在不太吃辣 前海更能吃辣 现在越来越不会吃辣了 辣要靠锻炼的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沙县扁肉的肉馅 跟其他地方扁肉的肉馅 是不一样的 我们沙县扁肉的肉馅 选的就是猪腿的腿肉 要不就是里脊肉 然后用木棍敲打而成 记得小时候的话 如果你早上早一点起床的话 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 走在大街上都能听到 他们敲打扁肉的声音 现在可能很多店里面都偏用于机器 就是依靠机器来打肉 不是用手打 手工打的现在很少了 但是手工打出来的肉呢 更好吃 你把肉打成泥 打成泥以后再加汉调味 但是呢 调味的时候 它打的时候过程中 应该会加点小苏打什么之类的 吃起来那个肉呢 会更脆 所以说现在打扁肉馅的少了 多去市场的话 早上还是有卖那种扁肉馅 应该早上都有打 但是因为我早上起不来那么早 不然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打扁肉的那个过程 就是打肉的那个肉馅的过程 那个才是正宗的传统的 我们刹线扁肉的做法 可能现在很多都是用机器加工出来的 加工出来的它就没有手打的那么筋道 吃起来那么好吃 尤其是在外地的沙县小吃 那些扁肉店的扁肉 应该手打的很少了 几乎都是机器打出来的了 只有到我们沙县本地去吃的话 才会吃得到现在手工打出来的那个肉馅 我喜欢饭面里面加点这种双菜 更好吃 我回来半个月了 我今天头一次来吃扁肉拌面 没吃过 因为我妈家附近那些扁肉拌面都不好吃 所以我都没去吃 因为特意跑下来 这边要走十几分钟 还会到这里 吃饭喝酒 它一个是11块钱 外面4块 扁肉7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关注 谢谢大家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爱你们哦 拜拜 拜拜